汕头中山公园位于汕头市金平区的远眉路,是越东地区建园历史最早、规模最大,具有深厚历史和人文内涵的综合性公园,建成有八十余年,1925年,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光辉业绩,将筹建中的公园命名为中山公园,进入园区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孙中山全身雕像,周围树木葱龙,鸟语花香,正门的牌楼, 高三十米,由六根方柱支撑,整体宏伟壮观,正面写中山公园,背面有孙中山手书方大的天下围攻四个浮雕金字,红色的牌楼与环绕的树木胶相辉映,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,红色的灯笼,古色古香的建筑,凉亭下聚集了众多游客,一起谈天说地喝茶聊天,享受慵懒的时光,感受一人得优,二人的去,三人成品 的饮茶意境,很是惬意,这里变成了休闲的好去处,漫步在桥上,四周绿树成荫,伸开了三角梅灰映其中,倒映在湖中与排成一排的游艇互相呼应,呈现一种自然和谐的美 公园内的汕头动物园,是越东地区最大的动物园,动物园里鸟与花香,绿树成荫,野生动物达到三十多种,由世界珍惜观赏动物及国家保护动物火猎鸟,东北虎,河马,小熊猫等,还有不定期的大型动物表演,吸引了众多游客,永远见有标准比赛 在泳池和儿童泳池及时调赛道,游泳配套设施完善,2007年进行全面改造和整修,引进澳大利亚水处理循环系统,是游泳爱好者和市民游泳避暑的理想去处 甲山,很有特色的一景,与牌楼,九区桥三处园林建筑,被誉为园中三绝,甲山的底层保留了一幅展现汕头三十年代繁荣景象,的汕头商不图的浮雕壁画,甲山内需取弯弯,洞洞相连,外面烈日炎炎,洞内却一场凉爽,三五成群的人在甲山内休起纳凉,小朋友在玩着猪猫猫的游戏,一片欢声笑语, 尽情享受着美好时光,小朋友们最喜欢来的地方,就是最热闹的同乐园,即知识性,观赏性,趣味性,参与性于一体的乐园,有热带植物区,农剧展示区等等,寓教娱乐让小朋友们流连忘返,圆内的湖面比较大,可以在上面荡周,还可以位于,两只漂亮的花鸭与湖中的金鱼悠闲子的游来游去,湖水清澈见底,四周树影 构成一幅和谐美丽的画面 Tenemos一个赢iem先 GS1厂公尺これ就没有逢双路,你续双声不痛响 freaking来的定山肯 Raff现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